一名女客人在 咖啡餐廳門口嗆辣開罵 你不要給晚上你聽了什麼啊 為什麼 泰度那麼惡變 跟店員嗆聲還唸英文 指控被店員踩到腳 直接踩到我的腳上 那你講來說 我就是要踩怎麼樣 所以我們不要再講 你先跳過一旦 到底為何這麼氣 還原現場女客人吃完下午茶抱怨 怎麼沒燒額 發脾氣說要退款 自稱是英文老師要用英文溝通 罵店員沒有國際水平言語羞辱 網友傻眼來碰瓷的嗎 中文明明就很溜有事嗎 雙方已達成和解 無需警方協助 女子不斷咆哮 看見警察來了 拿著退款的餐券 馬上離開 這名男子只穿四腳褲 在百貨公司裡脫上衣熱舞 扭動身體發出怪聲音 地上放著兩隻手機 一次在電梯口直播 網友驚呆另類的流量密碼嗎 電梯打開會嚇死吧 後來保全出面勸說請男子離開 客人只把肺吃飽 卻吵著吃燒鵝 狠嗆店員落英文 賣場拖到只剩四腳褲 詭異直播脫序行徑 讓人傻眼 記者高雄報導 我是林思傑 是一個健康行男 2018年曾投入台南市議員選舉 林仕傑 後來擔任台南市漁會理事長 被近距離槍殺 槍殺動機引發聯想 林仕傑曾捲入光電案 以及台南市議長惠璇案 當時監視器拍下 到西港爐走議員防疫風 到車上聊一聊 疑似影響議長投票 遭檢警拘捕到案 羈押禁見 難道是惠璇案 遭檢警拘捕 我們拘捕一關 他有什麼 拘捕三年 他有這關的 還不是我的事 我不知道 還有跟人家拘捕 53歲林仕傑 綽號突擊有黑到背景 更是黑金鐵三角 走私槍炮起家 還曾因為走私槍炮 被關七年 2021年地方角頭 陳建文 遭小弟連轟酒槍 外傳林仕傑 成為安平區最大勢力 林仕傑不只經商 還轉進政治界 黃偉哲參選市長 出錢又出力 2018年 換他參選台南市議員 黃偉哲也露臉站台 兩人多次同框 女兒林仪廷 更曾擔任市府發言人 雖然林仕傑選舉失利 再推女兒接棒 當選成功 事例延伸政治界 聽到這個二號 我覺得其實 心裡面蠻震驚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不管他的身分是 理事長還是一般民眾 我覺得都不應該 他們的安全 都應該受到政府的保障 林仕傑遭槍殺 凶手還沒落網 殺人動機 和議長會選案 有沒有再扯關聯 還是其他角頭勢力洗盤 疑雲蟲蟲 結果來關章 台東報道 這裡嗎 對 下一點點 然後按讚題 等一下 我夾斷 我夾斷 我夾斷啦 一名男子拍一隻腳 卡金破梯和建築物的縫隙中 整個人懸吊在五樓半空 呈現倒立槌掛姿勢 嚇死了 其他員工看到 趕快幫忙報警 他那個腳可以這個 好人 不要動 停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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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來了 可以 可以 撞腳 男子腳卡得很緊 痛到哀哀叫 員警拉住他 同時啟動貨梯下降按鈕 趁貨梯下降時 趕快一把將他拉出脫困 過程相當驚險 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可是我不知道是我們隔壁 我之前去看 這就是簡單的而已 上下 操作不正 他的左腳卡在 這個貨梯的外面 事發在台中西區 男子住家門口 擺滿私了貨品 他當時一次要用貨梯搬貨 但腳還沒放好 就誤出按鈕 害得自己卡在半空 深陷險境 或就是整個人一度貪軟 幸好沒有大礙 差點小命不保 真的嚇壞 謝謝韓國新聞上台中 蔡博報道 我是徐國豪 在中式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式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